为了让民众更了解台中发展印记 市政府设置了文化城中城历史现场告示牌 经过深入访谈以及文史资料的会证 这首波选电了台中一中与金树荣 易洋农园与杨奎等等七处的故事景点 1号这天在台中一中举行接牌仪式 市长林佳龙以及不少这些事件当中的后代子孙 都前来见证场面是相当文心 台中市长林佳龙以及多位贵宾一同拉下红布 市府规划的文化城中城历史现场 台中一中这处告示牌正式亮相 希望透过告示牌在线旧城区故事 七个历史现场每一个都有故事 然后透过这样告示牌 经过我们市府也进行尽可能的考证 跟这个专家学者的参与 让这个历史现场的故事 可以不管是我们在地的台湾人或外地来的旅客 都能够看到台中市的一个历史的过去与未来 市府表示金树荣市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 台中一中的首任校长 当时由于强调中华文化的正统性 跟习惯新式教育的学生发生不少冲突 使得市政关系有些紧张 不过在228事件时 学生与金校长先后挺身保护彼此 成为一段佳话 现在透过这告示牌的设置得以流传 也是要谢谢大家 这次能够有一个历史重现 那我觉得说它是我们讲文化 人文化成 没有人文就没有所谓的文化 这就意义啦 对杨夷来说 包括台中一中与金树荣 益阳农园与杨奎等七处故事景点 市市府首坡设置的现场告示牌 接牌这天不少后代子孙也前来见证 借由告示牌提供民众与这些历史故事 与人物对话 游客也能更深入了解台中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